聰明明是不准她的太太在車上穿鞋子 就是上車之前要把她的高跟鞋拖定 換上家用拖鞋 然後高跟鞋要擺好 還有一個盒子 所以你先擺好這個 然後你穿著 家用的那種很綿的拖鞋 對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這個 我無法思考的事情 比如說我送她回家 我就會繞一圈再回來 我會繞一圈再回來 你是神經病 然後我會去打電話 因為電話打了 如果在電話中 我就會想 跟誰講話 這個人 性感在我走之後 馬上跟人家通電話 是個賤人 我一定要這樣講 你要這樣問 真的會這樣講 一定要炸到他 你的心裡有問題 跟維林結婚就是不太一樣 因為一名好像結婚 把所有東西都交給維林 你為什麼會這麼信任 信任的基礎是什麼 總有個點吧 我覺得這應該要問我 就是我們做的 做什麼 讓老公信任 對啊 真的 他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一開始 當然有一開始 當然也有懷疑過他 為什麼 因為 你剛開始交往 怎麼可能完全相信 對 男女朋友不可能 對 可是因為我是 比較敏感的 我就會去做一些試驗 比如說我送他回家 我就會 繞一圈再回來 我會繞一圈再回來 你是神經病 回來以後因為他住 他是偵探 他住二樓 我就會看他的電燈有沒有開 然後我會去打電話 因為電話打了 如果在電話中 我就會想 跟誰講話 這個人 性感在我走之後 馬上跟他通電話 這個賤人 我一定要想打電話 有這麼嚴重 我一定要炸到他 你是心裡有問題 心裡有問題 所以你知道有一次 最誇張的就是 因為他不想 因為我那時候認識他才十九歲 我還在念大學 所以他不相信有女生 因為他認識的女生 一定是約了就來了 他不相信有人 怎麼會說是要念書 因為就是真的念書 哥哥就是不行出去 我就跟他說我不能出去 然後他就不相信 然後那一次就是 也是有一次他就跟我約完 然後我就回家了 他不相信喔 他就一直在樓下等 結果他等了大概五六個小時 我這都事後才知道 然後他就因為很暗 那時候很黑了 半夜 然後他就又看到疑似 反正就有一個女生 就上了車 一台就是反正有司機開的 他就想 你知道就是我嘛 對不對 他就整個就發瘋了 然後就一直追著那個車 後來那個車就到了一個 那個一個人的家裡 然後他的內心就開始想像說 我跟那男的怎樣... 就他就... 對 然後就快崩潰了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出獎 對...然後後來呢 他又跟著那個車回來 那個車後來又回來 他就一直等嘛 然後就到凌晨了 然後他後來怎麼樣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在家啊 我從頭到尾 而且那個女的就不是他 我看錯了有沒有 那是你有神經病啊 他有神經病 你為什麼不他出去 你馬上打電話給他呢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心裡認定 這個人是他 我就跟著去 因為有點像 但是不是嘛 後來我才說 你怎麼發現不是 不是 那個女的下車 跟我同事打電話的時候 那個人不是同事 我在家裡 我在睡覺嘛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我相信你 你現在下來 先把燈打開 他就把燈打開 燈亮了 那個女生一下車他立刻打嘛 然後你現在下來 他就下來 他真的就是穿著睡衣下來 那你有沒有覺得他有病 沒有 我都不知道 我在家裡的時候 我不曉得我怎麼會是 他忙成這樣子 他用飆車 你知道嗎 真的 你知道 我們拍戲嘛 很忙 我就規定一件事就是說 你如果要 將來要跟我在一起 你要做一件事就是 我要到哪裡 我只要打電話給你 我都要找到你 是 你最好是不要出門 要不然你就是摳機開始 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什麼... 鞋帶掉 我鞋帶掉了 我現在投幣 我現在要開車了 所以怎麼不用講吧 我覺得他是藉口 他就是懷疑對方 找個爛理由打給對方 我經過這些事情之後 我慢慢才相信他 而且他那時候如果沒有空抓我 有一次也是 那一天 因為我去補英文 然後呢 那天我就是有一點就是 碎過頭 就沒有去 結果他就去了我的補... 就是補我補英文的地方 結果老師一看到他就嚇他 他就說你不要罵維林 然後他就整個就想說完了 我又跟別的男生出去 他就立刻... 因為他沒有空來再抓我了 因為他要馬上趕回去拍戲 那我要同一個時間 證明他在什麼地方嘛 我就趕快摳他嘛 不是 你在叫你弟 我就叫我弟 直接到他家去樓下去等他 然後我跟達明講說 你先看看維林臉上有沒有化妝 好 如果沒化妝 看他頭上有沒有噴膠水 去摸他的頭 如果他頭上有噴膠水 就代表 我一個人願望去了 真的嗎 達明就這樣跪下去 是啊 他來他就這樣問 我就說 你這樣會有點怪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 就算這個弟弟好熱情 好歹我是你嫂子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那時候其實心裡覺得很怪 就是覺得他為什麼都會 達明是不是也對我有意思 不是 就是你很怪的 你想想看你的弟弟 一直看你的太太這樣 你會不會 太太會不會覺得有點怪 那會報警吧 對 後來 可是那時候又不曉得 又也不好意思 那時候剛認識不久 沒有 經過這些事情 我才相信他 你看 像你們三對來講 你們也是 每天把老公伺候得很好 是對不對 那個水果不冰棒 講到這一段 我們就有一位朋友 就很想哭 悶悶不樂 誰 什麼意思 老朋友幫你伺候得很好 有啦 他會幫你削水果嗎 有 會幫你那種擠牙膏嗎 他就把牙膏擠進你的嘴裡面 夾牙膏倒是沒有啦 但是會削水果 會煮菜 煮菜啦 他現在會變成這樣 那很好啊 很好啊 那你這樣刺頭他很好 那松明你有沒有什麼願意 其實我對我 唯一只有願意 就是他太要求我在 不過這是好事 因為以前其實你知道 我們演藝圈不是故意 這樣揉揉就搭搭肩 聊聊天這很正常 沒有 我們沒有... 不可能 明姐你不正常 不可能 你怎麼會有這種 錯誤的觀念啊 所以你什麼都知道 我跟你講 講到這裡 其實我不是要落井下石 尤其是我們做這個演員 尤其是小聲的這一掛 對 真的是要截身自愛 是... 有活動腳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有的時候你不經意的 這樣子 可是後來慢慢他 這樣子要求我之後 你剛剛幹嘛結巴 不經意的 像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跟沈玉琳在聊天 我不小心搭沈玉琳 沈玉琳我太... 對不起 我太不尊重了 你以前那個感覺更差 就是比如說 他現在跟那個女藝人拍照 他們就這樣 然後這時候我就出現在後面 他就這樣 現在好像你是壞人 在電盜一樣 你知道老婆看了會不會很生氣 對... 而且就如果說是 你出現了 他還是一樣搭著 那我反而覺得 對 自然對不對 沒有 有鬼 有鬼 本來手還張開 在那間 我們看 都被縮成拳頭了